两名人姐守在病房外 划着手机介护着不让人靠近 国道三死离奇车祸 唯一现存者23岁的秋姓男子 成了案前最重要的关键人物 因为料现死者家属之一 车祸不单纯 是因为被追债 一黑一白两男被拍到 出现在料姓女死者的蔬果店前 网络爆出就是这两位小弟 被人教唆在国道刻意追撞料女 常文还故意用死者角度叙述 经营果菜贸易批发 生意上遇到困难 向李某借了200万 短短两周受了高额利息60万 还各种恐吓胁迫 好不容易跟亲友凑钱 借了几百万的现金 要开车南下找嘉义大哥帮忙 李某竟教唆小弟 在西罗街上开窗叫嚣追逐 还试图拦车抢现金 结果在国道追撞骇王 再放了一张车祸现场 有K盘的照片 质疑对方独嫁 痛批天理何在 记者寻现找到死者开的店 员工一看到记者 马上拉下铁门拒绝受访 附近民众都说 廖姓死者是女强人 很会做生意 但到底是欠了多少钱 把人逼上了绝路 车祸生还者 求行男子已受伤 头晕等理由 暂不接受讯问 警方已将车祸 转为刑案侦办 求男不排除 被列为被告 案情有诸多疑点 就等他说明厘清 东森新闻高中张成云 在云林的采访报道